桃园市有许多大小型的医院 在资源以及设备上也有所差异 为了可以适当的补足缺口 卫生局在本月份通过了桃园医院 立新 长荣等医院 共9家扩建计划 扩建计划中包含了在2年内 先增加疾病重症患者用的病床 在5年内连同一般的病床量合计 共增加600床来增加医疗资源 桃园市有许多大小型的医院 在资源以及设备上也有所差异 为了可以适当的补足缺口 卫生局就通过了桃园市医院的相关扩建计划 计划中除了增加医疗器材 也会优先来增加病床的数量 桃园因为浮原很广 那每个地区间的距离其实蛮长的 那大型的医院来说 它可以提供一些比较多的急重症的量能 那在偏远地区 急重症的量会稍有不足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桃园市是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加强 那另外就是 在南桃园次区域的部分 其实总体的床位来说是稍有不足 分布也比较不均 那我们也非常着重在南桃园这个部分 做给予更多的额度 那在这方面来 给予市民更好的一个医疗可进行 目前预计在两年内会新增200病床量 并优先增加疾病重症患者的病床 后续会在五年内持续完成扩增 这九家医院加起来的话 会有大概691床将近700床的一个额度 那新增量可以说在桃园上面有相当大的一个提升 那在桃园的部分 我们的布桃以及南桃园的国军医院的话 这两家的话主要是急重症的一个新增的部分 那在其他的话 其他医院主要都是一些急性一般病床的一个新增部分 卫生局也提到会持续的给予桃园各医院协助以及资源外 未来也会筹划相关的医学中心 提升桃园的医疗品质 桃园有线新闻林瑞峰桃园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